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首生日快樂歌 這一個旋律 這段歌詞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相信大家都已熟盟場 歌曲還一早獲見歷史世界紀錄 認可為全世界最廣泛流行的歌曲之一 不過原來英文版的歌曲版權 由美國華鴨唱片擁有 最近在美國就有電影製作人 因為製作關於生日歌紀錄片 被華鴨唱片要求徵收1500美元的版權費 還要簽同意書 確保歌曲只可以在紀錄片出現 否則要支付15萬美元的罰款 製作公司不滿向法院提出控訴 希望法院宣判歌曲屬於公共財產 並要求華鴨償還之前收取的版權費 在訟詞中看到 《生日快樂歌》出版超過120年 大家對旋律、歌詞早就已熟能場 華鴨唱片宣稱擁有歌曲的版權 不正當也不合法 華鴨未有就案件作出評論 《生日快樂歌》的旋律在1893年 由美國希爾姐妹發表 原曲叫做《祝大家早安》 版權在1935年被一間公司登記 並將於2030年過期 成為第一首有版權的歌詞 而這間公司在90年被華鴨收舊 因此華鴨宣稱擁有生日快樂歌的版權 香港平視記者廖正文報導 香港平視記者廖正文報導 還能